今年5月13日是第20屆世界法輪大法日 也是法輪大法洪川世界27週年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眾多議員政要 支持法輪功學員捍衛信仰自由的權力 也嚴厲譴責中共對法輪功持續近20年的殘酷迫害 1992年5月13日 法輪大法由李洪志先生從中國長春傳出 至今已傳至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上億人修煉 目前唯獨在中國受到中共殘酷打壓 法輪功和其他人信仰自由是美國立國之本 過去20年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多項決議案 聲援法輪功學員的信仰自由 並敦促中共立即停止迫害 一直答及他誓後 強制的責任人為zer藏 Scotland 互ику criminal深使用自由 時候實在這名字優先重要大呀 法輪功學員,法輪功之道 我們嘴巴像 likURE 智文理議員 法輪功架 能詞一 encouraging中國人的相 rush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里祝福 向中国政府提供这些基本的自由 给他们所有的民族 我们祈祷平和自由 世界上的尊敬自由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